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际上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劳动者提出辞职, 这种情况下, 女众人单位想拦是拦不住的, 劳动者只要提前30天书面通知单位, 再干满这30天, 他就可以走人了, 而且不需要经过你批准。 那么目前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单位要求员工支付的月金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培训费用, 而且双方签有培训协议, 并且实际支付了相应的培训费用, 有发票的, 另外一种是竞业限制的约定, 可以要求员工去支付月金, 只有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员工辞职, 你是拦不住的, 那么第二种是双方协商解除, 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 解除一个员工实际上是非常严格的, 以作为单位的角度, 要证明它具有法定解除的情形, 你才能够解除, 而且全部的举证责任都在单位一方。 过错类解除分为六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适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那么很多单位的领导都是这样认为, 试用期试用期嘛, 就是大家试试看, 你觉得不合适你可以走, 是吧, 我觉得你不合适呢, 我也不会留你, 那是不是这个概念啊, 试用期解除员工需不需要理由呢? 实际上是需要理由的, 试用人单位要证明这个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 如果你单位根本就没有录用条件的规定, 你拿什么举证, 或者你的录用条件非常的宽泛, 所有人来应聘都能达到, 就是学历, 身体也没什么残疾, 是吧, 户口是哪儿了, 这个基本上都符合条件的那些, 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在员工入职的时候, 要有明确的录用标准, 它具体是什么岗位, 在试用期内应当完成哪些工作, 完成工作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而且这个标准最好是可以量化的, 我们还可以把其他的一些情形都作为 试用期的标准去考量, 比如说, 隐瞒病史的, 隐瞒劳动争议的, 与其他单位有经验限制的, 隐瞒尚未解除劳动关系的, 假学历假简历的, 试用期内不能办理这个社保转移手续的, 不能完成本岗位工作的, 违反规章制度的, 非因工负伤, 不能正常出勤超过多少天的, 那么最后可以有一个兜底条款, 就是要通过单位的考试考核, 所以这样的话呢, 那等于你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当然我们并不建议说这个标准过于苛刻, 但是作为单位来讲, 你至少对他的工作完成情况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以免呢, 说这个人确实不能胜任岗位, 那你又拿不出东西来予以解除, 所以试用期我们要注意, 有一个这个明确的录用标准, 第二种情况是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也就是严重违纪, 那么严重违纪是什么情况, 你只有在规章制度进行了规定, 才能明确, 这个人说矿工几天构成严重违纪, 这是你单位自己的规定, 那么各个单位规定的都不一样, 你规定三天也行, 规定七天也行, 规定十五天也行, 但是你要没有制度可就麻烦了, 我们替别人做这些制度呢, 那很多单位的严重违纪列举的情形, 达到一二百条是非常正常的, 就各种各样的情形, 而且我们在列举严重违纪的时候, 要区分层次, 这很重要, 区分轻度违纪和严重违纪, 有两个层次, 也可以区分三个层次, 就是解决小毛病不断的, 如果你轻度违纪的次数多了, 也可以过度为严重违纪, 那么各个行业, 各个单位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说违纪的具体情况, 也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靠单位呢, 根据各岗位, 各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需要, 那么去做具体的规定, 下面咱们看一个案例, 这位王某呢, 是05年5月进入一家外企工作, 做销售经理, 那么入职以后, 跟单位签了三年的合同, 月薪呢, 1万元, 双方的合同到一年到期, 但是在08年底的时候, 这位王某就收到了一份特快专递, 专递的信封上写着,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这个王某感到非常的意外, 他打开这个通知一看呢, 单位呢, 是这样一个理由, 说王某在08年12月23号的时候, 和客户谈判的过程中, 因为与客户发生了争吵, 导致公司最终未能和客户签订销售协议, 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严重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 所以据此单位解除王某的劳动关系, 就是这样一个解除决定, 这个意思大家一听就明白, 就是因为跟客户吵架了, 没签成这个销售协议, 所以单位不满意了, 那么王某就认为, 首先自己跟客户发生争吵, 并不是自己单方面的原因, 另外这个签不签成协议, 跟他吵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不吵架也未必就能签成协议, 只是谈谈而已, 第三, 更谈不上巨大的经济损失, 那么作为单位一方, 你的解除决定是这样写的, 你对你解除决定上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你都要负法律责任, 都要承担举证责任, 作为单位, 你首先就要证明, 08年12月23号, 吵架的事实, 吵架的经过, 然后还要证明没有签成这个合同, 是因为吵架的原因直接导致的, 还要证明造成损失的具体数额, 而且在你们单位的规章制度中, 这个数额已经构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构成了严重危机, 并且你的制度要经过民主程序, 告知这个王某, 所以这一系列的举证责任下来, 我们就知道了, 单位肯定是败诉了, 因为他这个从常律上判断, 就是那么经营本身就有风险, 也很难说这个吵架和这个没签成合同,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且对于具体的, 是否造成经济损失就更谈不上了, 所以单位的这个解除的理由不成立, 那么这个员工本身呢, 也不想回去工作了, 他就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要求呢, 单位去支付赔偿金, 那么赔偿金的标准呢, 是按照他前十二个月的这个工资的一个平均数, 作为一个基数, 然后根据他入职的工作年限再乘以二倍, 是这么计算的, 所以最终啊, 这个王某打赢了官司, 他主张赔偿金得到了支持,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案例, 我们也需要反思, 我们在以严重伪计为由解除一个员工的时候, 这个伪计事实一定要扎实, 而且不同的伪计事实呢, 是有不同的证据的, 比方说, 单位以矿工解除的比例比较大,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需要举证考勤记录, 你不说人家矿工吗, 那具体哪天矿工啊, 几月几号矿工没来啊, 而且你的考勤方式是什么, 是打卡的, 那你就需要提供打卡的, 他本人没打卡的记录, 如果是人工的考勤, 那你的考勤呢, 最好每个月由这个员工本人签字确认, 因为你没有经过签字确认的, 那员工就说了, 你的考勤我不认可, 我那天来了, 所以说人工考勤最好经过签字确认, 那么电子的考勤呢, 也应当有明确的一个记录, 可以是指纹的, 或者指质的打卡的那种, 那种门禁卡呀, 只是说在系统里显示一个, 进门离职时间的那个, 也不是特别好用, 因为那种一般, 举证你很困难, 你不可能把机器拆了拿过去, 那么你打印出来的, 一系列的这个表格, 几点几分, 哪个号啊什么的, 实际上很难确认, 所以我们必须呢, 就是采取一种比较踏实的, 我觉得纸质的那种打卡机, 会作为考勤预计要好一些, 人工呢, 一定要记住这个, 要本人签字确认, 只有确认这个是矿工, 才能呢, 依据你的制度, 说对这个人, 说比如说你制度规定, 说超过三天, 我有权利解除, 那必须有三天的矿工事实, 你才能予以解除, 而且你的制度, 要有告知这个员工的证据, 有的时候, 这个双方走到仲裁诉讼这个阶段呢, 就都不认账了, 劳动者说了, 我从来没见过有什么制度, 所以我不知道有这规定, 我要有这规定, 我就不怎么怎么样了, 如果是说, 因为你的制度没有告知, 没有经过民主程序, 那么这种情况, 也是会认为你解除不成立的, 同时在程序上, 我们要注意, 有工会的单位, 在与劳动者解除的时候, 还要事先将理由通知给工会, 并且征求工会的意见, 尽管这是一个程序化的, 有一些这个摆设性质的步骤, 但是我们这个步骤也必须要走, 第三种情形是, 严重失职, 隐私舞弊, 对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 我们可以看一个案例, 有一家大型的中外合资企业, 那么一位流水线上的员工呢, 因为涨工资的问题和单位发生了争议, 所以他情绪非常的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把那个生产设备啊, 拆了一个零件, 然后藏了起来, 那么导致这个生产线呢, 停工了一天, 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破坏行为, 导致单位无法按时交货, 不得不承担, 持延交货的违约金五万元, 那么, 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损失呢, 单位就决定, 解除和这个员工的劳动关系, 员工不服, 就像劳动正义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 在仲裁的过程中, 那么单位对这个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举证, 一是查明这个行为呢, 是这个人所为, 因为这种大型的厂房里面啊, 都是有监控有录像的, 那么通过录像的查找, 发现这个破坏行为就是这个员工做的, 这是一个伪计事实, 那么第二呢, 就是我们规章制度里有明确的规定, 直接造成经济损失, 三万元以上就构成严重损失, 那么单位就有权解除, 所以说呢, 单位就依据这个伪计事实和相应的制度, 对员工做出了解除处理, 那么最后这个单位呢, 对相应的制度啊, 包括这个录像的一些内容, 能够证明这个员工确实有过错, 这个解除呢, 最终也得到了仲裁委的支持, 那么驳回了这个员工的请求, 第四是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包括劳动教养的, 那么这个里面, 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很好理解, 这个人肯定是判刑了, 或者有一些判缓刑的, 也属于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也可以依据这样一个形式上的处罚, 来做出一个解除的决定, 但是被劳动教养的, 它不属于这个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说呢, 那么这种情况, 是属于比较轻微的一个行为, 那么是属于一种行政上的处罚, 并不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 这种情况呢, 单位可不可以解除呢? 劳动部有一个明确的文件, 说劳动者被劳动教养的, 单位也可以依据被劳教的事实解除, 因为在劳动教养期间, 已经被限制人身自由, 再履行劳动合同呢, 也不可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被劳教的人员, 单位也是可以解除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啊, 被判刑的也好, 被劳教的也好, 单位做出的解除通知, 一定要送打给对方, 不要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种情形是,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佣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 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佣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那么, 劳动合同的特点呢, 就是, 必须要亲自去旅行, 你不能说找个别人来替你上班, 这种是不允许的, 那么你对外兼职, 通过这个条款, 可以看出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啊, 和精力它是有限的, 那么你在有限的时间内呢, 同时干两份工作, 可能对你原来的那份工作, 就造成一定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所以, 劳动合同法呢, 做出了一个新的规定, 如果是对完成本职工作, 造成严重影响, 经过佣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单位是可以, 根据这样的情况来做出解除的, 第六种情况, 是, 因本法第26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这个情形是指呢, 劳动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 或者创人之威,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定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致使合同无效的, 欺诈胁迫,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比较多见的就是假学历, 假简历, 这个学历, 简历里面都有一定的水分, 甚至有人说, 尤其是简历, 百分之百都是假简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里面啊, 包括这个工作经历, 一般的人都是连续写的, 哪年到哪年在哪, 然后接下来呢, 又是哪年到哪年, 可是如果你真正的去核实, 这个人以前的工作经历, 他中间一般都会有断档, 不可能是说从这家辞职, 立马就上那家去上班, 所以我们要仔细审查, 这简历里多数, 都有水分, 甚至呢, 在大学生招聘会上, 还闹出了很多笑话, 说这个单位啊, 到某大学去招人, 那么收上来简历呢, 发现, 这个班啊, 竟然出了九个班长, 五个学生会主席, 所以说这明显, 就是简历里面, 有很大的水分, 那实践中是这样, 这种情况的出现, 是不是导致, 单位就有权力解除劳动合同呢, 从诚信的角度上来讲, 那么我们就业, 真的应当如实的去说明自己的情况, 包括自己的职业经历, 但是, 从司法实践中, 会不会因为这个求职者, 在某个问题上没有如实写, 就必然导致解除呢, 这是分情况的, 我们可以看一个案例, 2010年3月的时候, 这个王某呢, 被一家公司招聘为市场总监, 这个王某因为以前呢, 就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而且呢, 手上有一定的客户资源, 所以新招聘的这家公司呢, 就看好了王某的这个实力, 两个人都谈妥了以后呢, 王某也签了一份这个入职申请表, 入职申请表对于他的学历啊, 以前的工作经历呢, 都进行了填写, 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单位呢, 对王某的表现并不满意, 但是这个王某又没有什么严重的过错, 这个时候啊, 这个单位啊, 实际上就不想用他了, 然后就开始想折呀, 说这个人又没有什么把柄, 又没有严重伪迹, 这事怎么办呢, 然后这人力资源就动了脑筋了, 就开始翻爬的这个简历, 然后就一项一项去核实, 后来经过核实, 发现他这个学历是有问题的, 学历是一个假学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单位啊, 非常高兴,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把这个人给解除了, 于是就以欺诈为由, 把这个员工给解除了, 但是这个员工就非常的不服气, 说你当初招聘我的时候, 对我的学历并没有特别的要求, 你主要看上我手里的客户资源, 才用的我这个人, 所以你这个学历问题啊, 并不是一个, 录用我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你现在呢, 就等于找后账, 我当时填的时候, 你也没有提出异议, 所以你这个, 就是无理取闹, 没事找事, 我不认可你这解除决定, 那么, 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王某伪造了自己的学历, 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 都属于不诚信的行为, 应受谴责, 公司主张对应聘者学历, 工作经历等条款有相应的要求, 但是公司在诉讼的过程中, 并没有充分的举证, 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虽然王某提供的学历不真实, 但尚未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行为, 这家公司不能提供学历, 在公司一方不能提供证据证明, 学历是录用王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 本院认为, 公司是在自愿的基础上, 与王某签订的劳动合同, 不属于无效合同, 因此公司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 不予支持。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如何界定这个劳动者的如实说明义务, 劳动者应该对哪些问题向单位交代呢?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劳动合同条款所设计的内容, 第二部分是与工作有关的劳动者的个人情况, 比如说家庭住址, 身份证信息, 通讯地址联系方式, 这些都是应当交代给公司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劳动者违反了如实说明的义务, 是否必然导致欺诈, 导致劳动合同无效呢? 借鉴民法的理论, 衡量的标准呢是劳动者提供的这个虚假信息是否足以影响, 用人单位决定录用它, 或者足以影响劳动合同定理的条件。 如果在招聘的时候并没有明确这个招聘的条件, 那就不能以此为由认定合同无效。 有一些简历中的情况, 比如说实际年龄填写的和这个真实的年龄相差个一两岁, 或者说隐瞒婚姻状况的已婚的写未婚, 或者是说留一个这个假的家庭住址的, 像这些一些情况并不必然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 原因在于劳动者虽然在简历上如此的造假, 但一般不会对用人单位决定缔约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那么法律意义上的欺诈导致合同无效, 应当符合四个条件。 一是劳动者主观故意, 二是客观上实施了欺诈的行为, 三是用人单位因此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 四是这种欺诈与用人单位录用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所以在这里提示用人单位一方, 在劳动合同中应当明确录用的条件, 在招聘的时候, 对职位应当设定明确的学历, 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要求和限制, 要求员工去如实的填写入职申请表, 然后履行相应的审查义务, 去审查与劳动合同相关的一些基本信息。 如果发现提供的学历证明伪造, 变为如果是有相应的规定, 也可以作为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一个依据, 如果没有规定的话, 就很难确定是否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以上是第一类严重违纪解除的情形。 那么第二类我们来介绍非过错解除, 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是劳动者没有主观上的一个过错, 主要是基于一个客观上的原因, 那么单位去解除的。 劳动合同法对于非过错那解除列举了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工作的。 医疗期是指劳动者因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停止工作治病休息的时间。 那么这段期间单位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 第二种情形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岗仍不能胜任的。 这里的不能胜任工作是指不能完成同岗位同工种的工作量。 第三是劳动合同定理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我们再看裁员的程序也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经济性裁员人数的要求, 裁减人员需要达到20人以上, 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是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 要有这个量才能启动裁减人员的程序。 二是要提前说明。 单位必须提前30天向工会和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并听取工会和职工的意见。 三是报告程序。 这个裁减人员的方案要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这个法律上虽然没有要求说必须劳动行政部门的批准, 只报告就行了。 那么实际上这个裁减人员以这种情形符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呢, 最终还得由这个劳动保障部门去给你去把关的。 圣贤博学精品音响,江阳管理系列, 业绩突破,升级自己,完成目标解决法。 网挺营销系列,销售人员必修客, 营销必修客,营销刷盘, 民众系列,心悟水虎,智取三国, 鬼骨子纵行系列, 鬼骨子绝学, 优惠光盘,请咨询服务热线158-1133-800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 专业委员会委员 徐阳律师在咨询、代理诉讼、参与谈判、 起草和审查合同、出具法律意见书等 法律服务方面,拥有扎实的实战经验和良好的口碑。 从事专职律师工作期间,承办了大量诉讼及风俗法律实务工作。 由担任公司和机构长营法律顾问等方复经验, 从事民商市领域的法律服务。 在劳动用工管理、房地产与建筑工厂、合同纠纷、 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均能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为新华网、中兴国华国际工厂公司、 中世华北京市油分公司、江南公司、 航空医院、中国金融网、 盛贤博学栏目等企业和机构, 提供过各类法律服务。 带领各类诉讼重财案件三百余件, 特别擅长劳动用工管理,包括规范劳动用工, 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修改及合法性审查, 管理层培训讲座,对集团诉讼也有丰富的经验。 草业多年,徐阳律师发表过多篇法学文章, 他的专注《劳动合同法看破一点空》, 更是在业绩引起强烈幻想。 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 徐阳律师还担任了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的主讲人, 北京科教频道中常看法, 北京生活频道,你该怎么办? 内蒙古卫视现场45分钟的栏目的嘉宾律师。 在上一讲中,徐阳律师告诉我们,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过错类解除劳动合同,分为以下六种情形。 过错类解除,分为六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适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那么很多单位的领导都是这样认为, 适用期适用期嘛, 就是大家试试看,你觉得不合适,你可以走。 是吧,我觉得你不合适呢,我也不会留你。 那是不是这个概念啊? 适用期解除员工需不需要理由呢? 实际上是需要理由的。 用人单位要证明这个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 如果你单位根本就没有录用条件的规定, 你拿什么举证? 或者你的录用条件非常的宽泛, 所有人来应聘都能达到, 就是学历,身体也没什么残疾, 是吧,户口是哪儿的, 这个基本上都符合条件的那些, 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在员工入职的时候, 要有明确的录用标准, 它具体是什么岗位, 在适用期内应当完成哪些工作, 完成工作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而且这个标准最好是可以量化的。 当然我们并不建议说这个标准过于苛刻, 但是作为单位来讲, 你至少对它的工作完成情况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所以, 适用期我们要注意有一个明确的录用标准。 第二种情况是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也就是严重违纪。 那么, 严重违纪是什么情况? 你只有在规章制度进行了规定, 才能明确。 这个人说矿工几天构成严重违纪, 这是你单位自己的规定。 那么各个单位规定的都不一样, 你规定三天也行, 规定七天也行, 规定十五天也行。 但是你要没有制度可就麻烦了。 第三种情形是严重失职, 淫死舞弊, 对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 第四是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包括劳动教养的。 那么这个理念, 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很好理解, 这个人肯定是判刑了, 或者有一些判缓刑的, 也属于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也可以依据这样一个形式上的处罚, 来做出一个解除的决定。 但是被劳动教养的, 它不属于这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种情形是,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那么劳动合同的特点呢, 就是必须要亲自去旅行, 你不能说找个别人来替你上班, 这种是不允许的。 第六种情况是, 因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这个情形是指呢, 劳动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 或者称人之威,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致使合同无效的, 欺诈、胁迫。 那么第二类我们来介绍, 以上是第一类, 过错类解除的情形。 那么第二类我们来介绍, 非过错解除。 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是, 劳动者没有主观上的一个过错, 主要是基于一个客观上的原因, 那么单位去解除的, 比方说不能胜任工作呀, 或者是身体得病了, 发生工伤啊, 不能履行员工作, 或者是经济裁员等等, 或者是客观情况变化等等, 客观因素导致的。 非劳动者过错, 这种解除呢, 用人单位要提前30天书面通知, 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的补偿金, 要支付先的补偿。 劳动合同法, 对于非过错类解除, 列举了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是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员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 另行安排工作的。 医疗期呢, 是指劳动者因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停止工作治病休息的时间。 那么, 这段期间, 单位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 根据劳动者的工作年限的不同呢, 每个人享有的医疗期的期限也不同, 那么从3到24个月不等。 医疗期满以后, 如果这个人病得比较重, 比方说癌症啊之类的, 那么他还是不能回到远岗为工作。 那么这种情况下, 单位可以行使解除权, 但是对于一些重病啊, 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鉴定以后呢, 他能够拿到相应的补偿, 单位呢, 再做出解除的决定。 第二种情形是,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岗仍不能胜任的。 这里的不能胜任工作, 是指不能完成同岗位, 同工种的工作量。 如何认定不能胜任工作, 在法律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那么各行各业千差万别, 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我们只能从实际的案例中去总结经验。 目前能够明确的是, 有两种情形是被否定的, 一种是单一领导对单一下属的结论, 这种一般认为是不客观的。 第二种是, 莫为淘汰, 认定不胜任, 也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排在最后一位, 并不等同于不胜任工作, 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认定不胜任工作呢, 一般要以客观的一个岗位职责作为一个标准, 同时采用公开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 不能因人而异, 而是对于同岗位一个群体一个统一的标准, 采用360度的一个考核办法, 一般会认为是公平的。 从程序上来讲, 如果经过你单位的考核, 这个人不胜任工作, 那么第一次不胜任, 并不能马上就解除这个人, 必须还要给他一次机会, 经过调岗和培训, 调岗和培训之后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 单位才可以行使这个单方解除权。 所以要两次不胜任的考核, 单位才能行使这个解除权。 第三呢, 是劳动合同定理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够变更, 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那么这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呢, 是指劳动合同在履行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诸如企业被兼并合并分立, 转产, 这个部门撤销等等一些情况。 发生客观情况变化, 单位同时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那么在08年的时候, 我接手了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公司呢, 也是一家这个外资的一个公司, 它招用这个一名工程师开发一项技术, 因为08年全球的经济危机, 所以这家公司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项目的投资和项目的这个启动都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这个人呢, 是跟他签了两年的合同, 干了大概三个多月, 这个单位就说了, 一方面这个金融危机的影响, 另一方面呢, 我们这个项目总部撤销了, 所以你们这个部门呢, 一共就两个人负责这个项目, 你们两个就都回家吧,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法定的标准, 给予你们相应的补偿, 那么其中的一个人就委托我打官司, 说为什么要打这场官司, 因为我来到这家公司之前呢, 是他们四季掰勒的, 把我挖到这家公司的, 我原来在那家公司干得好好的, 做技术人员, 现在把我原来的饭碗给我打掉了, 饭碗给没了, 现在经济危机形势下, 找工作都很困难, 就这么, 就又用了我三个月, 就随随便便就不用我了, 所以这我不同意, 后来这个人就打官司, 打官司呢, 单位就提出来, 说我们这个项目取消了, 所以这个岗位呢, 就不存在了, 而且金融危机是大家都知道的, 不光是我们单位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这个为了自保也得裁员, 而且这个人的工资也比较高, 一个月是一万六千块钱, 那么单位经过审理认为呢, 这个仲裁委经过审理认为呢, 觉得他的这个客观理由, 客观原因并不成立, 因为这个人本身是做工程师的, 那么你单位呢, 虽然说这个项目取消了, 你还有其他的项目, 同样可以安排工作, 那么你裁减人员呢, 如果仅仅以经济危机这个理由呢, 也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最后呢, 单位这个客观原因就没有成立, 没有成立呢, 这个员工呢, 是要求单位继续履行合同, 所以呢, 就盼这个单位继续履行合同, 那大家可能听着觉得不痛不痒呢, 那继续履行就继续履行呗, 问题是在这儿, 工作了三个月, 但是打官司, 从仲裁到一审, 到二审, 打了将近两年, 那么仲裁诉讼期间的工资, 这个工程师就主张了, 我要求继续履行啊, 这仲裁诉讼期间呢, 他也不可能给他安排工作, 他也不可能回去工作, 所以一审二审的时候呢, 单位一方就说了, 这个他没有提供劳动啊, 我们为什么要发工资呢, 但是劳动法, 它不是这么规定的, 就是说对于仲裁诉讼期间的这个工资, 如果是因为你单位违法解除导致的, 你的解除理由就不成立, 那么打官司期间的这个工资, 你是要全额支付的, 所以判了这个单位, 要支付二十多万, 你虽然是说没有用的, 但是你还是要全额支付这个公司, 那这就告诉我们, 单位在做解除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慎之又慎, 否则的话, 这个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第三种解除的情形是经济性裁员, 经济性裁员是批量的, 大规模的一个裁员, 正是因为它是批量性的裁员, 所以真正的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设计的人员多, 社会影响大, 裁员的程序也非常的严格, 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 这个条款基本上是一个休眠条款, 企业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你就无法适用这个条款,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呢, 那么经济性裁员的条款适当放宽, 而且又赶上08年09年, 这个经济危机的影响, 所以在北京也有近百家企业,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裁减人员, 我们看裁员的条件, 裁员的条件呢, 一是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散法进行重整, 那么依据这个来裁员呢, 就需要提供法院出具的重整的裁定书, 没有这个法院出具的裁定书呢, 是不可以的, 第二种情形是, 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很多单位裁员的理由很简单, 金融危机影响, 我们很困难, 所以裁员, 那么严重困难, 劳动部是有专门文件规定的, 大家可以听听得困难到什么程度, 第二种情形是, 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那么这个严重困难, 要困难到什么程度呢? 劳动部在94年477号文件中, 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的通知里面, 做了明确的规定, 要达到当地政府规定的严重困难企业标准, 北京市的规定呢, 是连续三年经营性亏损, 且亏损额逐年增加, 资不抵债, 80%的职工停工代工, 连续六个月无力按最低生活费的标准, 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单位要是连续亏了三年, 连工资都发不出去, 那得困难到什么程度? 所以说, 如果依据严重困难这个条款, 去进行裁员呢, 恐怕很多单位实际上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 很多单位也熬不到这种程度, 早早的就已经关门了, 那么在适用这个条款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不是你说困难就困难的, 也要提供相应的财务报告, 到底是不是构成连续三年的亏损, 你的资产情况, 负债情况, 到底到什么程度, 那么如果是简单的以金融危机做一个幌子, 就说金融危机来了, 我们确实这个亏损了, 这个效益下降了, 我们需要财险人员是得不到支持的, 必然会面临这个裁员被否定的这么一个漩涡当中, 也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为裁员都是大规模的, 很多人如果群体的闹事, 那你单位真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一个后果, 第三种情形是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 或者经营方式调整, 经变更劳动合同后, 允许裁减人员的, 对于这个规定, 什么是转产, 什么算企业技术革新,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那么我经常代理中石化的一些案件, 在国外呢, 加油实际上都是自己去加油, 都是机器这个自动化的去加油, 在咱们国家呢, 还是人工来加油, 这样的话呢, 人工的成本就比较大, 你像北京啊, 加油员大概得有四五千人, 这么大的一个人工成本, 如果将来说考虑到采用国外的一种方式, 也都在加油站, 也都放这个自动的这种加油机的话, 我想就符合这种重大的技术革新, 也可以裁减人员, 但是目前处于一种就业的压力呢, 像中石化这种大国企, 是不会轻易被批准采用这个自动化的方式, 第四种情况呢, 是其他因劳动合同定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那么其他客观经济情况, 什么算呢, 有没有标准,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兜底的标准, 没有一个具体的界定, 那么实际上, 我们也看到了前面的三种情形, 都是很难操作的, 那大多数经过劳动局这个报批, 采用的方式, 还是这个其他, 都在这个里面, 卡夫饼干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么卡夫饼干的案例呢, 也争论了很长的时间, 卡夫在完成对达能全球饼干收购业务以后呢, 考虑到业务的发展, 决定把单位从这个北京要移到上海, 办公地点换了, 可是对于劳动者的影响很大呀, 很多人都是在北京这个安家立业呀, 是吧, 这个妻子孩子都在北京, 自己到上海去工作, 那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很多员工因为家庭啊和个人的原因, 就不愿意去上海工作, 那么这样呢, 就有200多人面临着这个失业, 从而呢, 双方对于补偿的一系列问题就发生了争执, 最终呢, 在市仲裁的这个协调下呢, 这个卡夫给予了高于法定标准的这个经济补偿呢, 把这个事情呢最后协调了, 那么实际上他走的这个裁员, 也是依据这个其他经济情况变化, 这么一个条款来实现的, 我们再看裁员的程序也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经济性裁员人数的要求, 裁减人员需要达到20人以上, 或者裁减不足20人, 但是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 要有这个量, 才能启动裁减人员的程序, 二是要提前说明, 单位必须提前30天向工会和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并听取工会和职工的意见, 三是报告程序, 这个裁减人员的方案, 要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这个法律上虽然没有要求说必须劳动行政部门的批准, 只报告就行了, 那么实际上, 这个裁减人员, 你这种情形符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呢, 最终还得由这个劳动保障部门去给你去把关的, 第三,裁员应当优先留用的人员,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要留用于单位定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人员, 要留用于单位定立无固定期限的人员, 要留用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 有需要抚养老人或未成年人的, 就是要留用一些合同期限长的, 要留用家里有困难的, 可以简单这么理解, 那么在经济性裁员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有一对矛盾, 就是有一些人绝对不是裁减的对象, 而这些人又是单位特别想裁掉的包袱,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老弱病残的人, 这个有明确的规定, 在裁减时, 老弱病残的员工是绝对不可以作为裁员对象的, 这就体现了劳动法这个对员工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保护政策, 所以对于单位来方, 对于经济性裁员呢, 很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作为单位来讲, 要非常地谨慎, 那么依据裁员的法律规定呢, 去依法去操作, 否则的话, 很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 以上呢, 是用人单位单方解除的三种情形, 无论是过错性解除, 非过错性解除, 还是经济性裁员, 在解除的事实理由, 解除的程序, 解除的依据, 包括解除的送达上, 都有严格的规定, 所以我们听了这节课以后, 要树立一个观念, 单位, 单方解除一个员工,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只有做到了这个有扎实的证据, 有充分的依据, 并按照法律程序去履行, 你这个解除才能够成立, 如果解除不成立, 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讲, 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我要回来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我不回来了, 但是我要求单位支付赔偿金, 这个里面最容易让老板忽视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人坚持回来工作, 那么在旷日持久的仲裁诉讼过程中, 这仲裁诉讼期间的工资, 老板很可能如果是单位一方办诉, 那单位是要支付的, 这个标准分为两种情况, 咱们先说这个仲裁诉讼期间要多长, 仲裁按照法律规定是45天结案, 但实际上来讲, 那么这两年劳动争议爆发的情况下, 在北京是大量的超审限, 不超审限的是例外, 超审限的是正常, 基本上很难在45天内结案, 几个月结案就算不错的了, 有的最长的我办的一个案子, 在仲裁阶段就拖了一年, 那么到法院阶段, 检疫程序是三个月, 普通程序是六个月, 如果对一审不满意, 双方还可以起诉到二审, 那么中间转案子的时间, 要一两个月是不计算在内的, 到二审又是三个月, 而且现在二审法院的案子也很多, 也出现超审限的问题, 所以一个劳动争议案件, 按着一财两审这么走下去, 打个一两年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一两年的工资, 如果单位败诉, 仲裁诉讼期间都有可能会承担, 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额, 那么承担的标准呢, 北京市高院的意见指导呢, 是分两种情况, 如果这个人危机事实根本就不成立, 实体上就不成立, 那就全盘否定, 你按照人家原工资标准全额发放, 说这个人工资五万六万, 那你就全额发放, 没有商量, 如果是说你解除的程序有瑕疵, 没有送打给这劳动者, 他确实有违纪的事, 或者是说你这个制度, 没有告知他的相应手续, 程序上的瑕疵呢, 可以从轻发落, 从轻发落的标准呢, 可以按照最低工资的标准, 来支付仲裁诉讼期间的工资, 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单位都会对违法解除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以我们在做员工, 在对员工单方做出解除的情况下呢, 必须是这个倍加小心, 甚至诱审, 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律师, 在事先对这个事件做一个评估, 在事先呢, 审一审我们伪计的事实是不是成立, 然后有哪些证据去支持你的这个伪计事实, 如果伪计事实不成立的话, 千万不要这个一意孤行的去做出解除处理, 我们可以想其他的办法, 比方说跟员工去协商, 看看有没有可能和平解决, 如果没有和平解决这个前提呢, 那我们只能继续去搜集, 或者是说对这个员工的情况呢, 做进一步的考核, 看看能往这个哪种法定解除的情形上去靠, 只有这个具备了法定的情形, 我们才能做出这个解除通知, 否则的话, 不但事情没有解决, 只能是越来越麻烦, 所以对于一个单位来讲, 用工风险防范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做这份工作要坐在前面, 规章制度要进行合法性审查, 员工的管理也要走上法律的日程, 好,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儿, 圣贤博学精品音响, 江阳管理系列, 业绩突破, 升级自己, 完成目标解决法, 网品营销系列, 销售人员必修客, 营销必修客, 营销刷盘, 营销